小规则基本上没了 量词它很简单 量词是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说几把椅子 五把椅子 六张桌子 你说这里面哪个是量词啊 说那个各张把是吗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条老凳对吧 这不叫量词啊 啊孩子们 量词是那个几个 啥叫量词 代表数量的词 代表数量的词 这叫量词 所以说这时候咱们也是啊 这个量词呢 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这样 咱先看这个加号 就直接看吧 这个挺简单的 n加是什么意思 n加的意思 这个n 它是个变量 n可以代表任何东西 这个加就代表 这个变量 可以重复出现 一次到无数次 啊 可以重复出现 一次到无数次 也说它现在的区间是 一到 infinity 对吧 一到正无穷 一到正无穷 咱正无穷就不写了 咱写个痘号 这样吧 然后呢 还有 这个n星 星它的区间是 零到正无穷 咱试一把吧 光写对吧 也不知道啥意思 来 word一个reg等于这样的 然后呢 word一个string等于abc什么的 行了 现在呢 我写个-w -w加 -w加 这个加是什么意思 这个加的意思就是 前面这个变量可以出现一次到多次 那种意思吧 也就是这个-w可以重复出现无数次 拖多少次都可以 那这样的话我想拿这个正能笔来是来匹配的话 能不能匹配成功 可以的吧 是不是这个相当于这个 -w出现了三次 这是一种可能性吧 对吧 这种可能性吧 就是这个 这个前面的-w可以出现一次到多次 这是加号的一个作用 星号呢 就是它可以出现 零次到多次吧 零次到多次 那零次到多次能取出来吗 就这块写个星 能匹配到 肯定行对吧 匹配到 匹配完之后你会看特别好玩的现象 它匹配出了俩东西 一个是ABC对吧 然后后面还加了一个小 还小空串 这啥意思呢 匹配出了一个空 它是这个意思啊 它匹配的时候非常智能 它先看 ABC符不符合要求啊 可以看 符合要求对吧 符合要求它是不是算一个了 然后这是不是还有G呢 G的意思啥 全局匹配吧 然后现在它的光标是不是在这 在C这 好它现在后面还有 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 叫逻辑上的距离 什么叫逻辑上的距离 它到这之后它没结束 它一看 呀 你这个杠W乘星 你星如果变成零的话 是匹配的就是空了 然后它在这个逻辑点上 又往后匹配了一个空出来 能懂我意思吧 一开始这个星变成三 第二次再匹配星变成零了 能懂我意思吧 你这个杠W乘零 就是杠W没有 换句话说 你这个振W乘星里面 匹配就是空 那东西对吧 匹配就是空 OK 我孙出来 是不是变这样了 匹配出一个空吧 然后咱看杠D乘 杠D能匹配出来 这里面的东西吗 杠D型 能匹配出结果吗 能 一定是能的对吧 匹配出多少个 几个 一个 两 四个 四个都是啥 四个都是空吧 那逻辑上 它是不是光标的一次网游戏语 第一次光标在这的时候 光当成了个零 是不是把A前面都匹配出来了 然后一看A 不好意思匹配不了 然后是不是到A后面去了 A后面去了是不是还能乘个零 再乘个零 是不是还是一个空 所以有多少个光标定位点 就是多少个吧 是不是就是四个了 刚才这个杠D乘 它咋没匹配出那么多呢 咋不四加一呢 它不会那么匹配的 一旦这个杠D乘 它能识别出值的话 它先看 A能不能识别 能识别 B能不能识别 C能识别 它会先一连串的 把这个能识别先识别了 到最后的时候 它才试一下乘零 能识别的吧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 能匹配多就不匹配 少 能识别的 能匹配多也不匹配少 比如现在 我这里面的规则是 一排A 一排A 然后这是加号 保存刷新 那你说它是不能把 这一排A全匹配了 它为啥不一个一个匹配 为啥不匹配空 然后再A 因为它的原则就是 能多就不少 就叫贪婪匹配原则 能识别 正在比达是有个原则 叫贪婪匹配 贪婪匹配原则 原则是贪婪的 贪婪的 贪婪匹配原则 能多就不少 能多就不少 能三个 咱尽量别四个 对吧 能四个 咱尽量别三个 对吧 再看这个问号 N问号 N问号也是一种量词 N问号的意思是啥呢 到零到一 就能取的值是零到一个 那这样的话 给它来一个问号的话 多少个 能把所有的A全匹配出来吧 但是最后还得加一个东西 加个啥 加个空吧 是不是加空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可以看 哎呀 后面没A了 那我可以拿个空了 对吧 是这样的 零到一个 零到一个 这个X 就直接写大误号 直接写大误号了 N 这样 X 这个意思就是 X个 就把这个区间定死了 能懂得吧 就这样 后面来个三 就是三个三个匹配 能懂得吧 三个三个匹配 就变这样了 三个三个匹配 然后还可以添 还可以这个 还可以添区间的 三到 比如说X到Y 那意思就是 X到Y个 所以现在可以添 一个到三个 别的了 两个到三个到五个吧 首先匹配 首先符合他来匹配原则 能五个尽量别三个 别四个对吧 实在五个不了了 我来试试三个行不行 那最后咱多少个 这么巧 一共就十五个对吧 再来个三个对吧 保存刷新 是不是最后出了撒 最后一看 撒 蛮事的 那最后剩四个呢 他是不是还是贪婪 能四个就不撒对吧 能四个就不撒 贪婪匹配原则 OK 这是一个区间 然后这个区间 还可以添了再奔放一点 什么叫奔放呢 就是NX 后面可以补写 补写的意思就是infinity X到正无穷 能懂我意思吧 这块你可以写 自定义 一到正无穷 什么到正无穷都行 所以现在 你可以来个一到正无穷 那一到正无穷 就一到不写 一到不写的话 那是不是和这个加号没区别 对吧 你这样你看和加号没区别 他全能比出来 对吧 零到不写 是不是和那新号没区别 但是二到不写 三到不写 是咱可以用来定义的吧 因为没给出这个情况了 对吧 这是OK的 这咱不是了 这样 这是这种情况 然后再往后看 往后看 好了 这是量词 量词是不是很简单 没啥对吧 量词很简单 如果-W的结果 乘以这个量词的话 那匹配出来的东西 必须都是一致的吧 就是要么A后面 就全得跟着A 对吧 AB是不是都不行 他的意思 就是我说这意思 你说ABCDE 到这一串 通过这个东西 能匹出来吗 是不是能 他量词量的是这个W吧 叫-W乘以后很多东西 然后每一位W 在随机匹配 对吧 而不是-W 先匹配一个结果 再乘量词 那就不对劲了 对吧 你先匹配结果 是不是先匹配A A再乘个量词 是不是匹配部署来 那么多A 不是那回事 是-W去匹配 乘很多-W 他保证不了 每一位都一样 现在保证不了 这块数保证不了 就是通过这个量词 来匹配的 是不是没法保证 每一位都相同 对吧 只能保证每一位都 取自同一个区间 对吧 是这样 然后再往后看 好到这 我也不知道为啥 他把这个东西算到量词里面 一个是结束 一个是开头 现在咱写一个好玩的 这跟量词没关系了 ABC 然后咱想匹配这个ABC 现在这个ABC 能匹配出来吗 这没问题 必须能匹配出来 有片段对吧 现在我给它 你去后面说 是不是看不太行 我给它放大点 放往上点 都听了吗 现在我现在有要求 是以A开头的这个ABC 我要把它匹配出来 换句话 谁可以这么理解 A开头 后面开头这个A 必须跟着BCE 对吧 这样匹配出来 ABC能匹配出来吗 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好 现在 再来一个 我要以C结尾 以D结尾 对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叫 这叫以什么什么结尾 能够是吧 以什么什么结尾 这东西能匹配出来吗 是不行了 不行了吧 那来个 那来个ED呢 以D结尾 前面跟个E 行吗 是不是能匹配出来 这个东西 这个Dollar符 起到后面 就是以什么什么结尾 等等是吧 以什么什么结尾 OK啊 就没问题这个 然后这个Dollar符 会受这个M的影响 如果M的话 会多行匹配吧 对吧 行了 说一下也行 现在问大家问题 来挺好啊 挺好 ABC 嗯 ABC 行了这样 以ABC开头 以ABC结尾 能匹配成功吗 行不行 为啥不行啊 A开头 这是我开头的A 对吧 结尾C 是不是有结尾的C 那你这么看 以ABC开头 是不是对的 以ABC结尾 是不是对的 行不行 对吧 不行 一定是不行的 对吧 因为他俩是同一个 千万别那么理解 这题咋理解呢 挺好啊 各位们 咋理解呢 是以当前这个ABC 开头 还得以当前这个ABC结尾 必须开头结尾 是同一套 能弄我意思吧 所以这样的话 一个开头 一个结尾 它就能起到一个作用 就能把这个字符串 限定词 这个字符串 就必须得是ABC了 对吧 一个开头 一个结尾 能达到一个限制字符串 这个作用吧 限制你的长度 有开头的结尾 这就把你固定了 对吧 有开头的结尾 可千万不能理解 就这种形式 和它是不搭对的 能弄我意思吧 是不搭对的 只有ABC和它是搭对的 这是不是OK了 对吧 行了 这是开头符 这是结尾符 正向欲查 咱们一会儿再说 不管了 然后这会儿讲个啥东西呢 大家做个题吧 做个题吧 看题还是挺有意思 我觉得正大表达是吧 就是大家 正大表达是这东西特别好玩 好玩在哪呢 好玩在它挺有用 但是你平时用不着对吧 然后就是你正常情况下 你工作一个月 能用到一次就不错了 所以有的时候 那29天基本上把它忘了 而且它和其他知识 一点挂钩性都没有 最经常性的时候 大家选择 记这个知识的时候 就选择 就怎么说呢 限定性记忆 用的时候去翻笔记 不用的时候就忘了 用的时候翻笔记 不用的时候忘了 所以这时候导致一个效果 就是很多人在面试的时候 根本想没来什么东西 对吧 那后来那次 我朋友来面试这个阿里巴巴的时候 他这道题 这第几题啊 这个写一个正德北达事 检验字不串首尾是否还有数字 这是我给他写的 对吧 我给他写的 我给他远程微信 告诉你这么写就对了 性格的没错 对吧 别看他答案啊 他答案是 这时候写的不一定是对的 写一个正德北达事 检验字不串首尾是否还有数字 写一个正德北达事 检验字不串首尾是否还有数字 诶可得好好读题啊 检验一个字不串 首尾啊 首尾 首尾 首尾啊 是否还有字不串 手太快了 眼睛跟不上啊 来吧 咋写 哎 什么玩意 数字啊 数字对吧 怎么写 就让你写正德了 检验 首尾是否还有数字 哎 你先给我解释清楚啊 这题重点不在写 重点在你能不能读懂 首尾是否还有数字 啥意思 是首有 尾也得有 还是说 首有就行 或者尾有就行了 肯定都会有 是吧 哎呀 首尾是否还有数字 哎呀 这中华文化博大精神的 博大精神啊 首尾是否还有数字 你好好琢磨琢磨 人家没写多号 你凭啥给人断句啊 啊 那好啊 这题的根本意思就是 你先你想简一个字不串 如果他 首尾 如果都还有 你看啊 咱们 想表达那个意思 必须都得说一个都字吧 首尾都还有数字 你不说这个都能行吗 不行吗 所以首尾是否还有数字的意思就是 首有就行 唯有也行 能懂我意思吧 这叫首尾是否还有数字 如果首尾 同时还有数字的话 一定得加都 对吧 因为首尾同时还有数字 是一种特殊情况 就这样的话 这个都用来表意 是不更好 是语文 语文的事啊 回去问语文老师怎么解释 对吧 行了 咱们不解释那个了 就说这个事 一定是首有或者唯有就行了 那咋写 那就简单了吧 这都也简单 其实或也简单 对吧 或简单是啥 开头的来个杠地 是不是算开头杠地了 数字吧 来个或者杠地 是不是完事了 叫开头的是数字 或者结尾的是数字吧 是不是成了 123 这样保存刷新 好不好使 就匹配高了 就成功了 然后 咱们目的就是简单是否还有数字吗 那可以换一下 用reg点test 对吧 test 方式 这是不是处 对吧 很处 OK啊 这就OK了 简单一个字不穿 手本是否还有数字吗 所以这是正在表达室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题 但是 你把它匹配出来 匹配的不是一吗 就是手有或者唯有就行 手部有数字或者唯有数字 OK 你开头那个是数字 你还要往后检验吗 你开头那个不是数字 也不用往后检验了 对吧 就看开头那个和结尾那个是否还有数字 是不是啊 对吧 你不能犯犯的算 你就开头仨都算手 结尾仨都 结尾仨都算尾 对吧 那没个玩儿了 对吧 那没个玩儿了 对吧 就这样啊 如果手或尾都有啊 那咱写想想 手或尾都有的话 那只能这样 -s-s 是代表任何的东西 出现零到多个 中间中间拿一个区间拉伸呗 对吧 怎么拿区间拉伸 是拿这个拉伸就可以了 这是手尾都得还有数字吧 那你再来 你把它放个123 看看能不能把它匹配出来 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这是手尾都还有数字一个情况 对吧 手尾都还有数字 对于手尾都还有数字 中间咱们不在意它填什么东西 对吧 填啥都行 那就是任何一个区间出现零到多次吧 是不是这样 对吧 来好了 往下看 往下瞅啊 接着往下瞅 咱就看一些真的比较是上的属性了 第一个是global 然后ignore case 然后 marchi line marchi line是多行 这属性啥意思呢 真的比较是它是个对象 这是个对象 对吧 对象上面势必会有一些属性的 第一个属性就是ignore case ignore case是false 证明什么 那就是咱们上面没写那个i 对吧 说没写那个i 你写上是不是变tru了 对吧 但是现在咱们写啥了 写g了 所以global是tru吧 然后咱没写那个m 所以那个marchi line 多行 是不是也是false 你写上它也变tru了吧 然后正在表达室上还有一个属性叫source 这个source就代表了 你写的正在表达室里面的体 写的内容是啥呀 它就能给你写出来 是不是 这是咱写内容 对吧 用字符串来展示 就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个属性都无关紧要 你不记都行 因为确实没有用 你先查也可以 有一个属性是最有用的 就是这个last index 这个属性现在讲不了 我得讲完下面的东西再说 再说正在表达室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正在表达室的方法叫test 咱已经见过无数次了 里面填一个字符串 来检验它能不能符合要求 对吧 符合要求反回触步 反回force对吧 但是它太局限了功能 它干不了什么其他的事 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功能 叫这个东西 这咋多 你头子呀 行了 有一个这个方法 叫exece对吧 exece方法 叫exact exact方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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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吧 exactive对吧 exactive就是它的一个 它也不是啊 它的应该是 应该是execute 应该execute 当然是exactive的一个变形 它它什么意思 执行 执行啊 对执行的意思 咱有一个单词 叫ceo 听过吗 这叫 这是什么 首席执行官 对吧 这是老板 对吧 老板 比较洋气些 对吧 洋气些 ceo 这个的缩写 就是chief 第二个是exactiv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这个exactive officer 这个英语吧 还是挺有用的 对吧 英语还挺有用的 就是你要是去这个北京上海啊 包括去一些新加坡一类的城市 对吧 他们也说汉语 对吧 但是他们的汉语里面加大点洋气 对吧 加点洋气 就他们的汉语说的很飘逸 对吧 一句汉语里面加半句英语 我只要名字 对吧 来看啊 这个方法 exact方法 exact方法 我给你讲 这个啊 好好听啊 朋友们 听我说 后面说 注意力气 那个注意力气重点啊 这个方法是咱们这堂课的重点 这个方法也是 我先给你强调一下这个重要性吧 它的重要性就是你听我讲 你没听懂 你就再也不可能懂了 任何一个资料上写那个东西 根本都连人化都不叫 能懂我意思吧 连人化不叫 对你看那个 我给你发的文章 看了吧 看完之后 简直就是回来一个字 对吧 就是sheet 对吧 或者这个啊 wf wtf 对吧 wtf 不知道啥意思吗 对吧 懂吗 不懂 回去查去吧 对吧 百度会告诉你的 对吧 百度会告诉你的 就是 你外国人 他们的口语 经历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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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一定能好好听 这块exact exact它也是一个匹配方法 就这个正责的方法 它是为了匹配的 看看能不能教验出来 这个匹配的方法非常有意思啊 我写一个例子 写点啥呢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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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 写完了 这块匹配A B OK 现在啊 现在 有些少了哈 四个 四个A B 现在我利用这个 reg的exact方法 啊 exact方法 把这个字符串放进去 它也会匹配字符串的 能匹配成功不 必须能对吧 必须能之后 它返回了啥结果呢 光当一返回 返回一个A B吧 尽管我写的G 它是不是也只返回了一个 然后我再执行 再执行 再执行 它都会返回很多吧 然而咱们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了 对吧 你再来一次之后 你发现难了 然后再来一次 它依然这么玩 这看不懂啥对吧 看不懂就对了 因为这个控制台吧 它有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叫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它显示不出 你这么来直接打的话 它显示不出来完全信息 咱得需要一个东西叫log console.log 咱把这个东西console.log出来 log完之后 它就能显示出完整的信息了 所以你直接在控制台上输出 和有数log 那是不同的 那是不同的 RG.exact Stream放进去 来 这回来第一次 返回完全的信息 刷信 这是它返回的完整的信息 能看出吧 第一个 来的是啥 AB吧 然后index呢 index是不是零 然后最后返回input 当然这个东西 你猜它是数组还是类数组 你见数组有这么写过的吗 是没有 是不是类数组 你打开之后 你发现这是类数组对吧 类数组 这是个正常类数组 只不过特殊形式特殊点 然后AB 是它返回匹配的一个体 然后这个index是第零 这个index是啥 是所有的意思吧 也就是这个游标 是在哪 游标在哪 匹配的到这 就是游标在哪 匹配的这一位 也就是这位在字母串哪个位置 是不是第零个位置 是不是这个AB在字母串第零个位置 所以这个index变成零 那我下一次再执行的时候 看好对吗 这是挂着G的 挺好这是挂着G的 没挂G和这不一样 重点也在这 挂着G的时候 我再执行一遍 再看啥变了 index变了吧 2是哪 0是这 1就在这对吧 2是不是就这 他告诉你 我匹配的这个AB的位置 是这个的 第一次他匹配的是这个AB吧 第二次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 他接着匹配的 能懂意思吧 在这个基础上接着匹配的 然后再来 再来两遍 保存刷新 是不是20246 对吧 0246 就是第一次匹配完之后 优标到这吧 然后开始进行第二次匹配 然后进行第三次匹配 进行第四次匹配 第四次匹配之后 是不是优标变这了 再匹配能匹配到吗 所以你再来一遍的时候 就会发现最后打的是Nan吧 那如果你再来呢 再来呢 是不是返回到第一个了 保存刷新 是不是再来 你看 发现 是不是又返回到第一个了 就好像这个游标 游标在一圈一圈 轮圈的转吧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而这个游标到底有没有呢 有 这个游标的属性就是 就是last index console.log reg.last index 挺好啊 这个last index和这个exact 和它这个exact方法 它是相协调匹配的 last index 就是为了这个exact方法来存在的 它干嘛呢 它就是游标 这个exact方法 通过找这个游标的位置 来进行下一次的匹配 就是第一次游标位置在哪呢 我给都穿插上去 来刷新 第一次游标的位置 是不是在零 在这吧 然后它就会在游标这个位置上 向后匹配 匹配到一个为止 对吧 匹配到一个为止之后 它会把这个last index 这个游标放到第二位上 对吧 所以再匹配的话 它会在这个last index 这个基础上 去往后匹配 再匹配两 依次去变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游标的变化是谁变化的 是last index变化了 你每匹配一次之后 匹配结束的位置 就是下一次last index的开始的位置 懂我意思不 它每次是不是找的是last index的 懂我意思吧 然后最后匹配一圈之后 是不是又归零又回来了 能看到吧 这是一个顺序 last index 没问题吧 这没问题 那这块咱就有一个好玩的事了 那如果我每次把这个last index的 都给你修改一下 第一次完事之后 是不是last index应该是last index应该变几了 是变二 好 我现在让你再变零 变回去 等于零 就它变零了 变零之后 我再匹配一次 reg.exact 方法 string 回吃 这么回吃没用对吧 console.log reg.exact 这还不行 重来一下 重来一下 因为刚才写过 因为刚才写过了嘛 这样重来一下 刷新 它是变二了 现在 然后现在reg.last index 等于零 然后呢 console.log reg.exact 方法 对吧 回车 是不是下一次出的还是零 对吧 因为你把它手动优标给它 手动给它挪回去之后 它下一次还是从地零位开始匹配 对吧 是不是它的匹配到什么东西 从哪块开始匹配 完全由last index控制 而且咱们还可以手动的控制last index吧 对吧 那现在last index多少 last index 是不是二了 对吧 它正常还会往后飘的 对吧 往后飘 OK 这是last index 也说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这个reg.exact 和last index 和exact 这个方法和这个last index 相配合 对吧 这是它俩的一个配合模式 所以这个支持点就是这样的啊 然后还有一条 就是如果咱们不加g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不加g咱试试啊 你看不加g它是不是也匹配一个 对吧 加g匹配一个 那我不加g得了呗 保存刷新 你会发现不加g 这个last index根本就不动 那种意思吧 所以它永远都会从第一位开始匹配 它匹配不了后面的东西 能不能懂这话 这没问题 就你不加g的话 这个last index就是从零开始的 一直都是零 它不变 加g之后 它才会当做游标一样去使 能懂的吧 加g之后它就会使 这是加g不加g的一个区别 能不能听话这话 OK吧 好 这是 这是这个几条规则 几条规则 然后咱接着往下讲的前提是 咱把这个 接着往下讲的前提是 咱得拓展点小知识了 这个小知识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现在啊 给大家看看好玩的 我现在想匹配一个字符串 类似于这样的 现在是a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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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了 a 我想匹配 类似于这样的形式 类似于什么样的形式呢 类似于XXXX的形式 凡是这样的形式都符合我要求 我要把这种形式拿出来 这是个公式哈 不是说光四个a就行了 不光匹配四个a 四个b也行 四个z也行 只要这四个是一二的就行 那我怎么写这个正代表 是去匹配的 现在有办法写吗 有办法写吗 没法写吧 现在 咱现在还不会一个东西能 把前面这个值 copy变到后面那块去 对吧 是不是现在没有这功能 咱只有量词 量词还是考的 量词成的还是这个原字符 对吧 所以现在啊 交代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叫做 这括号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括号还有一个意思 叫做子表达式 所以这块 它才算表达式的一种 叫做子表达式 正常来说 这个子表达式 你写上括号 没啥用 对你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用 也不影响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特别好玩的 当你拿括号 把这个式子扩起来之后 这个括号 听不懂 这个括号会记录里面的 匹配的内容 然后记录完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东西 去反向引用出来 叫 反形 这个反向引用 第一个子表达式里面匹配的内容 这是不是叫子表达式 而且这是第一个括号吧 第一个括号里面 叫第一个子表达式 这个反形 就是引用第一个子表达式里面匹配的内容 所以现在 它匹配的就是 A和后面同样的A 能懂得意思吧 这比较简单 但是我把这个子表达式里面的东西 换成原字符 换成-W 它就变成了你-W匹配出来的那个东西 我后面要copy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 匹配第一个子表达式里面匹配的内容 就是反向引用第一个子表达式里面匹配的内容 OK吧 那后面加多个E 就是三次反向引用第一个子表达式里面匹配的内容 那应该是什么样了 能匹配出来吗 这回 应该这样 来 这样哈 是匹配出来了 如果你把它换呢 换成-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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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行不行 是能匹配出俩 对吧 那如果你这样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样行不行 能匹配出来吗 这个规则能匹配出来A-A-B-B吗 你说不行 咱反向引用的是第一个子表达式匹配的内容吧 也说后面呢 必须跟前面的完全雷同吧 完全雷同的是结果了 这回对吧 就这回匹出来了 对吧 那现在我要匹配形如A-B-B这样的东西 形如A-B-B这样的形式 怎么办 换成什么 -E 把第三个 再来一个 -W 再来呢 嗨-E -E是匹配 -E是反向引用第一个子表达式里面的内容 那依次类推就是-2 这块不还有个子表达式吗 这是第二个子表达式吧 所以你-3-4-15无所谓 这能 这块能弄一个是吧 所以这是子表达式 反向引用第一个子表达式 反向引用第二个子表达式 现在就保证了前俩相等 后俩相等啊 所以现在 是不是A-B-B 形容这种形式全能出来 对吧 形容这种形式都能出来吧 OK 是不是没问题 所以再复杂再能够做了吧 对吧 再复杂再能够做了吧 行了 先点到为止 到这为止啊 然后接下来 咱们还得去讲这个 Exact 因为你发现这样啊 我现在写这个Exact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小的区别 console.log 谁的方法 字不串才正对比达式的 Exact是正对比达式的 和Test的对吧 RG.exact Exact 放S-T-R 你会发现 现在一个好玩的现象是 你看 他多出来两位吧 多出来两位是啥 后面来都一致 咱都知道对吧 多出两位是啥 第一个子表达式匹配的内容 和第二个子表达式匹配的内容吧 对吧 而且多出这两位 人家是正式的数据位 什么正式的数据位 这是挂在书组里面的索引位上的 虽然说它是类数组吧 人家这几个是类数组里面的正规军吧 是不是人家能当数组使 对吧 所以这样能当数组使 一定得记住这个规则 它是有这个的 包括你布加G也是一样的 它也会出来这个东西 你看布加G 它是不是也会把这子表达式给弄出来 对吧 只不过不变last index而已 懂得意思吧 所以这块一定得懂 这个Exact方法 咱们的几块圆码里面去 还有这个东西 而且深入应用 这块子表达式这块应用懂 OK 然后现在咱们讲一个东西 叫match match呢 是字符串的方法 match 还是cosl log吧 match是字符串的方法 这个字符串的方法 咱们不集中讲了 不像数组那样 因为字符串这个东西 它比较乱 比较杂 咱们把这个通过正对比达式 把它的方法捋一遍之后 没剩起一个方法了 然后这个 这块我也留个作业 大家通过查这个w3sq 你查了这个sq 这个上面有sq 能看着吧 你查这个sq 你把里面的方法看一看 其实不多 0033 咱们在课堂 这个穿插都已经讲进去了 还剩几个sq 小的sq slice 你看一看 截取字符串的 很简单 回去看看很简单 以后咱们再用的时候 肯定也还会讲 但你可以先看一看 这个东西特别简单 没剩几个了 难的东西 我在课堂上讲完了 你像这些 这块支持正对比达式的sq 方法 其实就把sq方法 放到整个表达式里 就讲了吧 对吧 现在第一个match match咱们用体浪时间了 match如果你不加g的话 它匹配的只有 你不加g的话 是匹配的只有一个 它不会全局匹配吧 对吧 但是虽然说你不加g 但是它匹配完了之后 它还会 这不对啊 这不是啊 这是match吗 这match怎么能填这个呢 应该填rg吧 对吧 刷新 是变这样了 对吧 stream.match 里面填正对比达 当然也可以填这个字符串里面match 这是活的 一般都填正对比达式 填完正对比达式之后 它会按照正对比达式的规则 去匹配 它的字符串里面 有多少个这样的片段 对吧 你不加g 它最多能匹配出一个片段吧 对吧 要不就是没有 要不一个 然后它返回你这个结果 也非常有意思 它是不是类似于那个exact 对吧 是不是类似于exact 它把这个 第一个子表达式和第二个子表达式 第一个子表达式引用内容 第二个子表达式引用内容啊 也出来了 这是不加g的情况 但一旦加g了之后 你看好啊 一旦加g了之后 这哥们翻脸不认人 回头刷信 就不再有那些累赘信息了 对吧 就不再有那些累赘信息了 你加g之后 它只是把匹配多少个反而给你 什么子不不子表达式 它全没有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小区别 记住啊 接下来就search search这个东西吧 也是字不串的 比如说你可以填search search是search的是啥呢 search是这个东西啊 它这个查找的是这个 怎么说呢 就当你匹配一个东西 什么叫匹配成功了 但凡它返回的不是负1 都匹配成功了 那它返回的是什么值呢 返回的是匹配到的这个位置 或者说匹配到的这个东西 它的位置 有没有意思吧 现在咱匹配到这个东西的位置 比如现在我加个cdf 或者edb 它匹配到的位置是什么 是不是匹配到了吧 匹配到一定能返回的位置吧 返回的位置 就应该是 是不是3 对吧 它会返回匹配到的位置 那我加个g 比如再来一个bbcc 或者bbe 加g 或者再来一次 你看它会有变化吗 没变化 是不是都是3 所以它和那个last 没关系 它追求的只不过是 能不能匹配到 它不管你匹配多少个 对吧 你匹配到就行 所以它是不是加g不加g没区别 对吧 但是如果匹配不到怎么办啊 匹配不到它返回啥 返回-1 能弄得没的吧 位置没有-1的吧 所以-1代表一种错误信息了 OK 没问题吧 这是search search 这后面上有兼容性了 火狐从1开始 IE从4开始 那是全兼容呗 对吧 然后sublate sublate咱是见过的吧 是不是咱见过sublate啊 sublate是拆分字不串 对吧 里面是不是可以填字不串 里面还可以填正德表达式 按正德表达式去拆 这更想的 对吧 这更想的 那咱不写了行吗 你回自己试试吧 这个东西 你随便写个正德表达式 比如你知道 拆字不串 这个 a b b c c d d 现在我按什么拆呢 别对了 我看啊 这样 我胡乱写 按什么拆呢 按双向重复的拆 就是如果有两个重复的东西 我就把你拆了 按这个拆 行不行 那现在第一个段子在哪 在这吧 是不是u和r应该断 第二个段子 是不是应该v这 第三个段子 是不是e这 对吧 按照重复的东西给你拆了 看是不是这样了 这匹配有点不尽人意 对吧 不尽人意 咱看看怎么回事 aa是不能匹配到 匹配到拆了之后 是u啊 但是他会给你返回什么东西 他把俩也变一个1了 对吧 哦 不对 他是不是反回的是指表式啊 这个东西 他不能反回这东西 我看看啊 是不是我写错了 比如现在我光一个-w 哎呀 光一个-w 我光一个-d呢 光一个-d呢 里面填一个0 这块填一个0 这块填一个0 他还会把这个东西反回来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那不加g呢 咱不加g 不加g也会反回 对吧 就这里面 那指表拉斯 他没办法了 对吧 指表拉斯你写到这 之前我还真没试过 指表拉斯的形式啊 这么用也比较少 就如果你写指表拉斯的话 他就会把这指表拉斯给你反回吧 那莫不如咱就不写了 对吧 那要不写的话 你不能反显引用 对吧 这也挺恶的 但是也就能这样了 对吧 这功能已经算够强大了吧 对吧 已经算够强大了 就是写上之后 他会把这个指表拉斯给你填上 对吧 给你放到反回信息里面 那就比较恶硬了 咱不想用那东西 行了 这是这些东西 好了 讲完了一切无关呢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replace 这个哥们才是头子呢 他是最实用的 最实用的 他他牛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看 咱先看一个正常的replace 还行 然后再来一个 str abcd abcdef 再来个a ok 现在啊 字幅串点replace replace什么呢 replace 第一个是 他肯定是俩吧 肯定是俩三数 你谁替换成谁啊 对吧 so a 然后呢 替换成谁呢 替换成b 不拿这些东西啊 so a替换成b 这个应该怎么办 最后应该变成什么样了 比如咱放它简单点吧 放简单点吧 最后变什么样了 这啥 bb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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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写g啊 这东西 这不是正常的表达事 这不是正常的表达事 写下 d啊 是不是写不了 对吧 那是不是最后应该结果应该bb 对吧 就这块记住啊 这是错的 错的 返回结果应该是 应该是b 他看起来 听我说 他看起来像是把所有的a都替换成b 但是他没有访问全局的能力 能懂得吧 他只能访问一个 这就是非正常的表达事一个缺陷 能懂得是吧 他没有访问全局的能力 我记得当时谁在面试我的时候 就问了一道这样的题 结果 我很聪明哈 顺利的把这个坑就踩上了 对吧 我非常轻而易举的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这种问题也问我 对吧 当然全匹配掉了 对吧 我跟你讲 我当时以为他考的 让我 他好像考我懂不懂这个匹配呢 对吧 我就随口一答 结果随口一答就错了 对吧 错的很飘逸啊 很自然 然后你看是这样的对吧 就这块 如果有人这么问你的话 一定记住 可别才坑了一下 他就能匹配一个 但是如果你这块写的是正德表达事的话 那俩说了 你正德表达事写个A 然后你把这块放一个正德表达事 REG 那现在匹配多少个 对 不能被骗啊 还是一个对吧 因为没写G嘛 对吧 没写G呢 写成G呢 那就全变了 对吧 是不是全变了 这是replace啊 咱们replace精华在于正德表达事上 精华到什么程度呢 给大家看看啊 就是正常的匹配 咱就不玩了 咱们玩个好玩的 现在我要形如AABB的形式 我要把它倒过来 但凡建成AABB这样的字母串 我要给它倒过来 变成BBA 咋搞 你得首先先把AABB匹配出来吧 然后再想怎么替换 对吧 咋匹配出来 是不是得圈上对吧 -w反向1 -w反向2对吧 就跟它这样 咋把它倒过来 现在是不是匹配到了 这个字母串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全匹配到了 对吧 那替换成啥 -w反向2 -w反向2 看好啊 同学们 你不能替换成BBA啊 那不扯淡吗 那你能看出来对吧 你不扯淡吗 对吧 那能看出来不行啊 这块听不说 替换的部分一定要写成字母串 不管你要写什么信息 一定要写字母串 里面填啥呢 我想把后面的填成前面来 这里面也可以反现引用 这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这里面子格拉式的内容 这块能反向引用到 怎么引用 用$来引用 $1代表第一个子格拉式的内容 $2代表第二个子格拉式的内容 能弄意思吧 那你现在$2 $2 $1 $1 因为你把整个字母串都匹配到了嘛 你肯定给它全T了 对吧 这么T是不是就OK了 保存刷新 你看是不是变成BBA了 能弄意思吧 比如说这种 这个 XYXY的形式变成YXYX 是不是也能变 就是倒过来就完事了 对吧 倒过来就完事了 这个是其中替换的一种方式 能弄意思吧 还有一种更高八上的方式 这块你不是关注一个字符串吗 我不写字符串 我给你写个function 但是function处理完的东西呢 我要返回一个字符串 也行对吧 但是可以利用function来处理 这个返回的字符串了吧 那有function在 这就变得更灵活了 就是说这个function 不归咱们调用 和那个 和那个start里面那个function差不多吧 是不归咱们调用 系统帮咱们调对吧 所以这里面也可以传 系统会帮咱们传参的 它会传什么参呢 它传的第一个参数 咱们得接受啊 它传的第一个参数 是正则表达式匹配的全局 或者说 第一个参数 就是正则表达式匹配的结果 换说换说 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匹配的aabb 这是第一个参数 咱们拿一个东西来接受 咱就给它起一个形象的名啊 但你随便起啊 我给它起个形象的名 就叫dollar了行吧 然后第二个参数 是第一个子表达式匹配内容 第三个参数 是第二个子表达式匹配内容 懂意思吧 就是这样 第一个代表全局吧 当然全局没什么用啊 现在对答案来说对吧 那如果我想这样的话 我想返回一个字不串 怎么来返回 我要返回一个刚才那样 字不串怎么返回 现在无论是dollar dollar1 dollar2 是不是代表都是匹配内容 一个全局一个局部对吧 是不是都是字不串形式 匹配内容肯定是字不串形式 是不是dollar dollar2 你不能这么写啊 你这么写不符合 GS基本语法对吧 你得加dollar2 是不是加上dollar1 加上dollar1 因为dollar1 dollar2都变量对吧 这样一返回 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字不串也返回了 返回替换到这儿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刷新看是不是也一样 对吧 甚至说你还可以再疯狂一点对吧 你可以再来个 再加个dollar1什么的 你可以再加个abc 一返回就变这样了对吧 是不是可以随便拼 对吧可以随便拼 都有规则的吗 随便拼吗 有了这样的方式之后 那它也变得灵活多了对吧 那好啊 看好朋友们 现在先教大家一个方法 有个字不串的方法 叫to upper piece 所以现在str str什么东西 abv吧 str.to upper case to upper case 回车 意思是把它变大写 能懂得是吧 to upper case 是不返回的还是字不串 然后再to to lower to lower case 再变小写 to upper case变大写 to lower case变小写 能懂得是吧 这是操作字不串两个方法 这是异常简单 聊一嘴就行了 然后现在啊 来看到题 这题非常有意思 我能背下来了啊 题是什么呢 给你一个东西啊 叫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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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the first name 让你经过处理之后 把它变成小坨峰式写法 小坨峰式啥样呢 the first name 对吧 处理 咋整 先找规律 编程先 咱先找规律啊 找规律哪块规律 -f吧 是不-f是规律 -f是规律 把-f变成f吧 把-n变成n吧 那规律不就完事了吗 规律是替换吧 咋替换 是不是先匹配 匹配啥 匹配-f给它变成f对吧 咱先匹配-f 能匹配吗 去写盖那个盖呗 套W完事了呗 对吧 然后G是不是完事了 然后接下来咱们写str so far 拿过来 放到这 怎么办 怎么办 str.replace对吧 肯定是replace嘛 replace先找谁 先找reg吧 是不是找到这个东西了 找到这个东西 你要替成啥 你要替成这个f吧 f怎么单独拎出来啊 有个方法 你doll是匹配 doll引用的是 子表达式对吧 所以你把这个 f那位或者那位子表达式 圈起来是不是完事了 你圈起来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变了 对吧 圈起来之后 咱变成啥 咱把这个盖这个东西变成啥 咱就把这个盖这个东西 先变成一个 先变成一个 先变成啥 先变成下光线 咱看一下吧 对吧 咱看好不好使呗 刷新 是不好使呗 那个高f就变下光线了 对吧 现在我变成大f 怎么变大f 变f能变吗 或者变这个doller1能变吗 doller1 变doller1的话 它就是啥就是啥了呗 但是没打写对吧 大写是不是得拖 upper case 那谁能办到 就得是方身了吧 方身这块得写一个doller 然后再写个到这一 否则的话 你到这一是不是引不来 你不能光写一个对吧 它是顺序传的呀 那咱们就返回 doller1.2 upper case 是不是这回就完事了 对吧 这是正德表达是应用的一个过程吧 所以你看到这时候 你就不能感觉到正德表达是的高级了 对吧 这是一个高级的用法 对吧 就正德表达是 OK 这时候没问题 没问题吧 然后你通过这个 再连同一些道目操作 你可以写个输入框 请你输入一个什么东西 光当下面再给一个返回框 就给它返回他想要的样子 对吧 是不是可以 就像一个在线翻译那样的 对吧 只不过你可以把一个杠的形成 是否翻译成小多方式 对吧 OK 谁说的 这不是这吗 这是不是一个G 是不是把-f-n全匹配到了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你觉得这个方格神只进行了一次 对吧 他不是他匹配了多少次 就多少次个方格神执行 这个东西的REG找了几次 是不是找两次 找第一次的时候执行一个方格神 这个Dollar和这个E对应的是第一次的 第二次再进行匹配的话 这个都对应的是第二次的 那种意思吧 这是第二次的 是这么回事 OK 这个东西完事 好 然后再来点边边角角的知识点 有个东西叫正向欲查 这正向欲查特别了不起 就是我确实是感觉到了 这个编程者的一个艰辛 他能把所有情况都你想里面 这所有情况包括啥呢 咱有的时候匹配的 就是这样 咱要找一个人 比如说找什么呢 比如说找你诚哥 找我 但是你已知的修饰我条件不够 给加一条 叫这个人 帅什么还不可以啊 还不够啊 这个人除了帅以外 他还有一个合伙人残疾 对吧 有一个残疾的合伙人 这一个帅哥 选的是谁 选的是那个帅哥对吧 但是那个残疾人 是不是作为一个修饰条件 有这样的情况吧 所以咱们在匹配字幕串的时候 有的时候匹配是这样的字幕串 我要选中一个字幕串啊 选中一个什么呢 选中一个字幕串A 但这个字幕串A啊 那满场都有 我不要选满场都有的 我要选择一个字幕串A 这个A呢 后面要跟着是B 后面跟着B的这个A 符合要求 选的是B吗 不是吧 B就作为一个限制条件 能懂我意思吧 B就作为一个形式词 选的是不是还是A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叫做正向欲查的一个作用了 或者叫正向断言 正向欲查都可以 写上啊 正向欲查 或者叫正向断言都行 怎么来写呢 A 写个括号 后面跟着 来看这格式 跟着啥 一定记好 先问号 后等号 能看行吗 就要跟着一个问号 等于 等于啥 等于B 这个东西就是代表的 A后面跟着那个东西是B 但是B不参与选择 它只参与修饰 能懂我意思吧 它只参与限定 所以现在这个A有几个A啊 那就只有一个A了 对吧 REG 现在来一下 REG点 String点Match Match REG 是不是只有一个A 对吧 因为正向欲查 后面只有一个是B的吧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 问号 非B 那意思就是 后面不是跟着B的那个A 那是不是就多了 那后面是不是都行啊 对吧 一共五个吧 看后面是五个A 对吧 不跟着B的那个A 对吧 不跟着B的那个A 这叫正向欲查 当然前面你可以写个式子 ABC什么都可以啊 正向欲查和非正向欲查 没问题吧 这个 这俩完事了 然后看看这篇 有没有什么咱们漏的 这个Compel 你不用管啊 编译证的表情 不用管 是没啥了 咱都讲了吧 OK啊 不看这个了 咱开始看那个 我给你们那个文档 哪是呢 我找到我这的啊 讲义 正代表达是专题的吧 这个文档还挺好的 忘了之前谁给我的了 然后咱看看 看看哪块咱们漏了 咱漏了一个贪婪匹配 非贪婪匹配那块啊 一会儿 让我说一下吧 非贪婪匹配 咱正常正代表达是 匹配原则 是不是贪婪匹配 对吧 比如现在你要写一个 A加的话 你放心 有多个 它绝对不会匹配一个的 对吧 所以肯定最后结果是这样了吧 当然咱可以打破它的原则 让它变成非贪婪匹配 非贪婪匹配就是能少 咱尽量别多 怎么办呢 在任何一个量子的后面 再多加一个问号 这样它就变成非贪婪的了 能少它就不多了 现在是不是能一个 能一个它绝对不会多个的 看到了吧 这变成非贪婪匹配 这个问号可以打破任何东西 比如现在你写一个 1到3 你放心 有1它绝对不取3 不取2 懂我意思吧 实在不行了 它才会取2和3 懂我意思吧 这打破贪婪匹配 叫加问号 那如果问号问号呢 哪能递消啊 第一个问号代表量词 第二个叫取消贪婪匹配 问号是0到1的意思 对吧 你再加一个问号 那它只取0不取1 懂我意思吧 能取0它都不取1 懂我意思吧 能取0都不取1 这样的 那星号加问号呢 那和问号问号差不多 能取0它绝对不会取多的 对吧 那看一下它什么样子 保存刷新 对吧 它能取0它都不取1 对吧 能取0都不取1 它就不取1 空呗 空是没能匹配的 对吧 OK 这是打破贪婪匹配 然后咱看它这个 正在乱是语法 exact 这都会吧 没问题 这太简单了 这咱都讲了 不可能没讲 往下一片两片三四片 落进正则全部过去 好文艺 以后咱也这么讲课 对吧 下面我要讲 正在乱事了 一片两片三四片 对吧 它讲的是量词吧 是不是这个代表1 匹配一个 匹配两个 对吧 匹配N个 OK M到N 是不是三到四个 对吧 三个或四个 N 后面啥也不写 是不是代表多 1到多 N到多 对吧 然后星号 加号 问号 对吧 是不是咱都讲了 对吧 这个东西 它分贪心 贪婪和非贪婪吧 贪心匹配 非贪心匹配 是不是后面加问号 就是非贪心匹配 没加的话 就是贪心匹配 对吧 没加就是贪心匹配 以后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也应该注意一下表达 有的时候 我说说说 也说一些东北话 对吧 我经常把这个东北话去掉 去掉之后 显得表达的 因为你们耳濡目染 因为我这个讲课的过程 你肯定回 你会听无数遍的 对吧 回去欣赏 对吧 在这个时候吧 你可能会 对吧 我的一些口音 会影响你的一些口音 咱尽量 咱把这个口音 弄到中和 咱尽量没有口音 对吧 这样的话 显得高大上 对吧 显得高大上 但是什么呢 但是东北人在外面 挺受欢迎的 他觉得 挺热情 挺真诚的人 对吧 他说这个 你看 我不知道咱头 有没有沈阳来的 对吧 那个那个 他们那个沈阳味 对吧 那沈阳味 确实是 还了不起啊 还了不起 那是我同事 有跟沈阳的 我都疯了 他说话 我都听不懂 然后那个沈阳人 说话 特别有意思一点 就是咱俩 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 咱俩 那个咱 那天一个学生 九七的一个同学 他说那个 咱俩中午 他和他男朋友 他跟我说 咱俩中午吃 跟我说 咱俩中午吃的是 什么东西 我弄弄了 我说 我没给你吃饭 他说 那个咱不包括你 他那个咱俩 是除了你以外的 知道吗 除了你以外的 那个 对 他们 他们中午 这是我们的意思 知道吗 我们中午去吃什么东西了 是这个意思 他们是咱 咱干嘛去了 所以跟他们聊天 你千万别误会 对吧 他跟你说 咱俩有好感 对吧 你千万别信 对吧 你千万别信 那说的不是你 不一定是谁 反正不是你 他跟你说这话 你就死心吧 对吧 反正不是你 跟你刨除了任何的 对吧 咱俩挺配的 对吧 这话一出口 都上心 所以你在听这种话 说你得分清 对方人什么人 对吧 对方人谁 人跟你说 咱俩挺有缘分的 你回头可以抱头哭去了 你什么开头 什么结尾 咱都会了 然后 第二 没问题 除了这个换行符 他这块写错了吧 除了行结束符和换行符之外 做字符 对吧 是不是少一个 除了杠阿赫 对吧 行结束 比如除了灰坑和换行 单字加 这个东西 OK 往后看 或是不是咱说了 对吧 或 OK 你要是不加括号的话 那可真就是前面的都一个或 后面的一个或了 加括号是括号里面的过 能懂是吧 就是ABC 或BCD 光当括号起来 后面再加个E 能懂是吧 就是ABCE或者BCDE 能懂是吧 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这个字符即可 这叫表达式 对吧 表达式 没问题吧 这都讲了 咱都讲了 反正表达式 非的 单次边界非单次边界 是不是咱也说了 对吧 都说了 数字非数字 空白 咱说在空格的事吧 假如说这里面 我要匹配空格的话 怎么办 怎么办 -S是吧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写空格就行了 保存 就非是空格了 比如正在表达式里面 你写的东西 任何一个东西 都算正在外面 匹配内容 都算匹配内容 下面的东西 咱都讲了 都讲了 反正有用 是不是也讲了 括号也讲了 好了 没啥没讲了 你看他这个exact 如果你不信 你好气的话 你可以读一读 你带着你理解完的读一读 你看你能不能读完之后 不会了 对吧 你看他写这个东西 就是他 他写完东西 你本来是理解的 对吧 你看完他 你看能不能变成不会的 对吧 非常恶 写的东西 test 然后 然后就没啥了 对吧 然后就没啥 行了 我说一下 说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 如果说 你在这里面 你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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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的字符 替换成$的话 你直接写$是不行的 能懂意思吧 因为$1 $2代表 反正也用 第一个字笔老师 第二个字笔老师 它是有余法义的 如果你想强 替成$的话 你就在前面 再加个$ 它就相当于一个 在这里面的转移字符 能懂意思吧 现在一个转移字符 这个文档啊 回去看一看 能懂是吧 文档 回去看一看 这里面 上面那些不重要 下面这些有很多题 虽然说不是很难 不是那种极难的题 但是会给你起到一个练的作用 这块一定的注意 一定的练 正的比较是 你光学会的 那真不是你懂 你不会用白扯 而且你不熟练的白扯 能弄 这块能弄吧 你不熟练都没用 你必须得练一练 下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比如匹配一个电话号 匹配一个邮箱什么的 下面都给出答案了 给出题 给出答案 下面全是题 回去做一做行吧 回去做一做 这事我就不监督你了 你自己靠你自己是可以的 你别让什么事都乘客看着你 这下面 当然这下面这个题吧 我觉得没啥太多的水平 咱来点油水平了好吧 来点油水平之前 我来说一下 正的短视能匹配东西 如果我正的本来 是想匹配一个 反向引用的东西 怎么办 想匹配一个反向的杠 怎么办 是得写俩 对吧 单独写一个行吗 我想匹配一个杠的话 单独写一个行吗 行吗 来我给你放大 你看行吗 你看这都变散了 这肯定不行 对吧 是不是得俩 俩就ok了吧 所以这回你再来 就匹配出来了 得俩吧 如果你正的表达 是里面想匹配问号的话 想在这里面 把问号匹配出来 这么写行吗 保存刷新 告诉你报错吧 告诉你问号 不能直接这么写 叫nothing to repeat 对吧 就是我翻译不过来了 怎么办呢 前面必须加东西 所以你要这么写的话 你必须还得加转型括号吧 因为问号本身就有含义 问号本身就有含义 是这样是可以的 那这个星号是不是也类似 加号减号是不是也类似 对吧 括号是不是也类似 括号也有语法吧 对吧 所以你想把他体配出文本的话 是不是都得加这个 行啦 然后接下来咱们玩点高难度的 玩点这高难度的之后 咱就可以下课了 高难度是啥呢 字幕上去虫 这个去虫 没那么恶心 它去的这种虫 一排A 一排B 我怎么连续远出不来了 一排C 是吧 把这个东西变成ABC 咋弄 咋弄 先找规律 找啥规律 能不能把一样的东西 全匹配出来 一排A一排B 能不能匹出来 能匹出来吧 能匹出来的时候 是否给替换 咋替换 拿啥替换 拿其中一个替换是不是就行了 一个替换一串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先匹配一串吧 匹配一串怎么匹配 是不是得钢W 然后来括号 反现也用啊 反现也用一个 或者 或者多个吧 是不是乘 这个乘成的是谁 这个型号成的是谁 成的是一吧 是不是反现也用多个 0个或者多个对吧 就这个保证了 你一个也行 多个也行 对吧 然后呢 str.replace replace 怎么办 str reg 然后呢 替换谁 到这一个完事了 你这个东西会把AABBBCC全选上来吧 作为三个片段 被三次分别选上来 对吧 然后分别选上来 你每次的让片段里面的这个 第一个子表 是这个A代替一串 B代替一串 C代替一串 实际完事了 保存刷新 看一下效果 是给ABC了 对吧 神奇吧 对吧 打开思路 这还比较简单的呢 这不算啥 这不算啥 咱看一个 咱到时候会经历的一个试题 这个试题好像六七还没考了 六七还没做这个题 六七马上做这个题了 五七做过一个 每一期都会考一个 这是一个阶段性考试 听我说 这是个阶段性考试 而且这块给大家提个醒 这块班长发挥点作用 给大家提个醒 这个阶段性考试是咱们第一次审核 如果说第一个审核 你没打到要求的话 那你就上八七冲停吧 听懂了吧 那你上八七冲停了吧 往下降题了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往下降的 看你是不是第一个 能不能突破一下极限 对吧 这个的要求 这上面的满分呢 大概是 我看多少条题啊 大概六十多条题 B转只答 是吧 B转只答 六十多条题 这题呢 也都比较简单 对吧 也都比较简单 对啊 对啊 得写啊 得写 那个雪同回辛苦辛苦啊 辛苦辛苦 一共六十道题 也有的时候用不着写英文单词啊 有的时候就文字表述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我其中讲了一道题 就基本上全是我上课讲题 而我上课讲题 而我上课讲题 一般都是之前好几年之前 互联网公司的笔十年是几 能懂是吧 咱不讲没用的 不讲虚的 第六十一题 是不是也是转换 这个好转换吧 倒过来写 会吧 我看还没有正责了 这个题 我可以给你先录下来了 这不录下来了吗 你回去可以看一看 可以先准备准备吧 变成连续不重复的字符串 这是去重复是完事的 对吧 你可以准备答案 无所谓 你背起来也行 也行 但这个东西你要不背的话 你基本上也过不了 那首先 首先这个时候吧 就是在考之前 我会把这个题发给你 考之前多少时间呢 考之前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把题先发给你 发给之后 就是给你一段时间 你去准备答案 因为这个答案要精准吧 但是我问题 如果说你不会的话 那你准备答案这个速度 一个星期你是准备不完的 你想想你负十一期视频 多少时间对吧 反正时间吧 有可能人家找不精准对吧 所以你这一个星期准备不完了 所以你标准你必须得会 会完之后 你能精准的找到答案 对吧 然后写上之后 你必须精准的把它记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考试了 咱们每一次面试和比试之前 你必须都得经历这样的过程 你必须得把这指点巩固一遍 然后你才能对答如流 明白吗 你不扎实 虽然说你会 但你不一定答得好 扎实的唯一标准 那就只有背 明白吗 只有背和用 行了 那上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题了 有一道题你可能没看着 这个是百度14年的最后一道题 挺好 百度14年的最后一道题 这个题非常有意思 他给你个字母串这样的 他告诉你 我现在要给这个字母串 科学技术法 什么叫科学技术法呢 从后面开始往前查 每隔三位打个点 每隔三位打个点 英文的表示数字的形式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不叫男汉子 是不是四位查 他三位查吧 他让你把这个数字 变成类似于这样的数字 而且人要求是方法不限 二十分的大题 但凡用正常方法写的 写到突白末了 也就能写五分 能做出来也得五分 不给分 因为这道题 正常表达是三行的 还得加上 word一个什么东西 word一个什么东西 三行的 琢磨琢磨 这是最难的道题 跟我讲 这是我 有生以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 见过最难的题了 见过最难的题 没有超过他的 其他的对不对 错不错不就能出来 这是最难的题了 这题你要掌握了 基本上你要熟练熟练 就无敌了 正常表达是的 所有题无敌了 而且正常表达是面试比是必好的 不可能不好 看看吧 这题咋做 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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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有答案吗 有答案吗 这些可以的啊 能写的 走不走吗 看谁能超越之前最聪明的一个同学啊 因为之前最聪明的同学没坐过来 就之前没人能坐过来知道吗 我看看在咱们一起有没有奇迹哈 试试 我看这道题三分钟醒来了 当时我看这题确实啊 三分钟醒了 后来我就感觉很聪明对吧 因为看答案写了 看答案我理解了三分钟啊 原来这么回事 自己写的 确实很难想 我给你讲一下吧 来挺好啊 这道题完成之后咱就下课 这是干嘛的呢 这题 这题首先来说挺好 找规律 找规律是什么 打后面往前面查 每三位打一个点 没错吧 所以咱们是不是要匹配这个 匹配啥 匹配什么换成啥 肯定要换吧 怎么把这点塞进去 是不是换东西 换的是啥 换的是空 换这位的空 不用换撒 不用换 不用把这撒拿来之后换点撒 不用这样 换空就行 咱找到这样的空 什么样的空 什么样的空 后面有撒数的空 那不行 你要后面有撒数的空 你只能匹配出一个 因为到这儿了 后面是不是有六个数了 到这儿了 后面是不是有九个数了 但是无论后面有几个数 你一定符合 你一定同意一句话 叫他后面这个数 一定是三的倍数 OK不 好 截止到这儿 咱可以把这个空 匹配出来了 咱先看这个空怎么来写 首先是不是从后往前查 从后往前查 都有个dollar吧 是不是dollar 然后往前写东西吧 你没dollar的话 谁知道你从那往前查 对吧 你可以从中间解了 一定要从后往前查 所以dollar必须以什么什么结尾 以什么什么结尾呢 或者说dollar就是从后往前查的意思 就以什么什么结尾了嘛 你前面写完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 就比如说你前面匹配完三零 然后后面跟个dollar 是不是这三零 就是打后面往前查三零 对吧 这意思吧 然后咱匹配这个 查这个零 或者说匹配这个空 咱要匹配 要匹配的还是空 对吧 这个空要后面跟三零 比起这三零要结尾 先写这三零的事 三零怎么办 是不是数字 对吧 数字 然后呢 数字 是不是得三位 三个 一三位 还得是一到多个吧 是得这样 你把它放到括号里面 是得加加号 就这里面的东西一到多个 对吧 就这里面都一到多个 然后呢 就完事了吧 是不是这是空 这是空吧 匹配的 我啥都没写 是不是空 空后面跟着这些东西吧 空后面跟着这些东西 是不是得加一个正向预察 是不是后面什么东西的空 后面什么东西空 后面是三的倍数为数字 三的倍数为个数字 各空 这是不是代表三的倍数 各数字 加上加号 对吧 还得以这个结尾 是不是从后往前查 然后前面是不是空 我啥都没写 当然是空了 空吧 空后面跟着啥 空后面跟着三的倍数为个数字 并且以这个结尾 啊 这样的一个空 然后是不是ok了 把这样的空 replace replace成啥 成点吧 刷新 保存刷新 reeg 是变这样了 是不是就ok了 没完 我再加一个零 你会发现 这也多点了吧 怎么防止这种情况 这个空后面跟的东西必须得是 首先必须得是 非单词边界 是不是这样就没了 因为它是单词边界吧 对吧 首先得跟着是非单词边界 好这样一个东西就完成了 理解理解 你得抓住这个过程环节 首先是从后往前查 然后查三的位数个 替换的是空 然后这个空还不能是单词边界 对吧 然后就组成了这样一个代码 虽然说是这个东西不是人写的 对吧 但你理解理解之后 有可能以后再出类似的题 你是不是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对吧 当时确实哈 没人写得出来这个题 当时2014年就没人写的 这题出太难了 顶级难度了 你放在一个工程师在那里坐着想一天 他也未必能想出来 他想他能做出来 当时我们都做出来了 但写的没他这么简单 我那时候写了一大长块这么多长 也能做出来 那特别惹 就各种办法 各种挑 但这个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行了 咱今天先到这了 是 你 我 我